国内疫情趋缓 澎湖县抢先全台逆时钟 周三开始取消了餐厅内用需要隔板 跟维持社交距离的防疫措施 今晚中央是还没同意 但业者已经开心迎接客人 民众也是迫不及待跟亲朋好友围桌吃饭 餐厅才刚开放 就像回到了网集 走进餐厅里发现内用座位区 不但没有装设隔板 就算兼并兼做也没关系 因为澎湖县府18号再度逆时钟 开放餐厅内用免隔板也不用没话做 玻璃上大大贴着开放内用 顾客围成桌大块赌仪备宫交错 才刚开放澎湖县各餐厅 仿佛回到旺季 如同没有疫情一般 其实我们觉得有点压抑 我们不常说我们今天来吃饭可以这样 我们一直以为是笨蛋 我觉得这样吃蛮好的 因为我觉得也可以这样吃 有请桌有预定 他们现在都有在询问这样子 有两桌在地的 然后一桌观光头 虽然没有限制 业者也进行分食等防疫措施 让内用更安全 但也有业者批评 县府政策根本没说清楚 这条件我是全部都开放了 我100个200个都可以接啊 建议老百姓的时候讲得那么清楚 开放的时候不讲清楚 澎湖县府开第一枪全面解封 但指挥中心还没同意 中央地方不同调 先让在地业者无所适从 这澎湖综合报道 岁月称鑫